那我今天我是這個Session的主持人 我是家豪 OK 那我現在讀熊情利早上介紹的 我現在在南方創歌基地服務 那我也是本市這一次大會活動的 議程委員 就是負責審各種 今天所有的議程的議程委員這樣 那今天這一個鬼 這一個鬼主要就是Maker 早上我們經歷很多Maker社群啊 Maker的願景這些工作坊 那我們下午這個Session就是千挑萬選 在海選裡面選了很多 跟Maker相關的議題 那其實Maker的觸角非常多 那我也跟其他委員 就是那邊fighting 就是其中今天包含 好想工作室或是在新亞那邊 有很多跟Maker也很適合的議題 那最後我們選了這幾個 包含有公民議題 有社會運動 那甚至一些制裁權的問題 等一下會有CC講CC授權的事情 那甚至會有一些技術的 就是包含怎麼去建立自己的ERP系統 那一類的服務 那我們先邀請第一位講者 長剛 那這個主題是讓視障者當政府的眼睛 那我們來聽他介紹 那最後如果有任何的問題一樣 就是可以上DUTO上面去寫問題給他 OK 那我們掌聲鼓勵歡迎長剛 好 呃 大家好 那 我是長剛 欸 下一頁 下一頁 不會動 好 看一下 好 會動了 好 那 等一下會放四支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放輕鬆一點 那 在我開的正式講之前 這件事情是2021去年的10月 Google的東京地圖團隊去發表 他們做了第一版給盲人用的GoogleMap 這只兩分鐘而已 所以請播一下把聲音放到最大聲 那確定一下下面應該是中文翻譯沒有問題 好 那 對 應該是中文嘛齁 好 那 好 每次重播的時候都要重選一次 那我們就從第一秒開始放 啟動 好 然後 讓我去看 我的安德 這排 interpretation 中文ological EU 在雲林 barn 安德 主的 第一次的观点是我的眼睛 因为我一直在这种状态 我听到河河河河的故事 让我明白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解决的事情 仔细的声援 人们的通知 在他们的地区上走到他们的地区 使用路面的路面 他们ân以来已经郑鰹imir他们好 我们下了5个地区 我们正在去做 CV 正在拉から80m capital율 管车后解决都被里面os 直接其实龚砌即将有上位 改后 把 Mehr就是 因为ș sized也 Naキロ 在出席好的河河河河府 正在我可能认识说得太阶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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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様 在正面的路上,正面的路上 現在正面的路上 中見通往西 在最終的路上 大概200m 要求更多的資料 要求我更加自信 我可以更加重視乎 我最終的地方做得到 我相信大家 每一人都要有能力 去感受世界各地 和感受到身上的居住 在身上的身份 能夠有新的感受 令我更加進入 我的想法是 在展開這功能 是幫助人們 在相同的情況下 開啟的可能性 好 那我們再回到簡報 因為有攝影機 所以我盡量應該站在 這個地位上 當然比較方便 好 那 呃 看 那就是 好把那個Youtuber翻掉 好 謝謝 好 那 這其實很想像 所以日本有一位全盲的分析師 女生的分析師 就這一位在Google工作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20分鐘專案 反正他的工程師 當然就會覺得好 那我就用Google地址上原有的物件 去寫一個一個的導航 這大概是一個非常初階的版本 好 那現在沒有 有英語有日語版 那我想地域也有限定 台灣還沒有 但希望早點可以進來 那 這今天就是完全是一個 由下而上跟上講一樣的事 如果你 由下而上看到有一個政府的設備 他好像可以智慧化 可以解決他本來的缺點 那他會有多 他的過程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分享 好 那首先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先問一下 現場從台北下來的舉一下手 好 那 我們來講一件事喔 就是 視障者也一樣 是要出門上班上學採買生活 那對他們來說 出門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是過馬路 對 那 我們想想看 對耶 特別是台灣的馬路 你是用看的 所以你 他是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他聽不到紅綠燈 所以其實全世界 本來就有這種東西叫有神號制 對 就美國的是左邊的那一個 然後德國的 那我剛才問台北的部分就要問說 看過這個東西的人請舉手一下 不管你是不是台北人 對 那你會知道這是給盲人使用的 那 這個東西 其實他 2007年 台北市開始發展 到2007到09年 他們做了134個路口 現在是185個路口 好 那這件事情 台灣是相對做得不好的 請幫我點一下 這個影片 你去香港 你會發現他們九成的路口 都是有聲音的 就這個聲音現在是紅燈 等一下綠燈的時候 它會突然變得 哒哒哒哒 變得很快 好 等一下 紅燈 紅燈 對 好 那 我遇過去年遇過香港的盲人來台北玩 然後就問說 為什麼你們 台灣的路口都沒有聲音 那你們的盲人怎麼過馬路 我知道剛剛 有有我們有不谷鳥的東西 可能只是比較不普及 對 好那請幫我再點一下這個 我蠻喜歡南韓的這一個 雖然這不是他們標準 請問 ¿ 她居然按下去還有語音 雖然我也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都應該是指示這個 入口的狀態 跟這個使用的東西 然後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紅燈 轉換成綠燈的時候 就會有難喊的聲音 你聽到這是近側遠側 所以是你在這邊的斑馬線跟斑馬線對面的聲音 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 它剛好是交通號制 它跟紅綠燈連接在一起 可是它其實是無障礙設施 所以其實紐約在2016年 四年前的時候立法 它就要求因為它是基本人權 它每年都要裝75個新的入口 所以在最後這一年他們的市政白帝書就講 光是這一年他們花了1億台幣 建了75個 那我回去查2017、18、19 他們立法就乖乖做 所以每年都至少有再增加新的75個入口 好 那這個東西從07年做到現在 就會變成4億元的提款機 就是你會發現這五年 每年都有不同的市議員可以拿來罵一下市長 那包含今年11月 也有議員在去罵一下柯文哲這樣 那你想想就覺得蠻有道理的 基本上你現在在台北市 你聽到的那個聲音基本上都不夠大聲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公民要檢討的 因為我這三四年跟交通局基層的人混得很熟 他們也為難啊 因為台北人都很天龍 這樣講會被罵 就是他只要裝像布谷鳥 三天之內1999一定會被抗議 說那個太吵 所以他只要把他關小聲 但是關小聲到其實市長者根本不足以聽到 好 然後就算聽到了 對他來說他們給他的訊息也不夠 所以我們來整理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 他第一個他裝的方式就不太友善 我們來看紐約他的兩個 他們的立法是非常嚴謹 好 你今天在馬路上一個角 往北或往另一個方向 你一定要跟斑馬線任何路口 你都要是非常精準的位置 所以我每個盲人到路口 我按了下這邊我就知道 好 接下來綠燈發出聲音了 我知道斜坡走下去 我剛才斜坡走下去就是斑馬線 所以我有個依循 那這就是台北市九泉街 同一個路口兩個方向看下來 他不在斑馬線 不在北的斑馬線起點 也不在東的起點 他還在兩個柱子的中間 所以我們預期 今天一個盲人如果是全盲 他可以啪啪啪啪 跑到中間按了一下之後 然後再跑到斑馬線的起點 等綠燈 基本上這非常的不現實 所以這是 光是你介面該怎麼設計 這就是個缺點 所以我們來檢討 簡單以我自己歸納來說 我就看到了 今天他至少有幾個缺點 他沒有安裝在一個很精準的定位點上 所以施障者其實是很難使用 那就算他找到了 就是你還要按按鈕 綠燈才會叫 那其實這十幾年被 complaint 就我其實不太容易找到按鈕在哪 特別是他設的沒有很標準 好 就算我千辛萬苦的按到了 台北市當初的定義是 南北方向的綠燈叫布谷鳥聲 東西向叫鳥叫聲 不要問我為什麼布谷鳥不算鳥 反正就是這樣定義 他們是跟施障團體開會決定的 對 那如果有一種叫行人專用石像 是同時綠燈跟紅燈 你現在去那個focus百貨 那一邊我們也裝了 它是布谷鳥的那個蟋蟀的聲音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問一下在場各位 你們覺得視障者其實是很會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請舉手 那可能少數知道 我覺得多數秘人是不知道 今天iPhone可以打開VoiceOver Android也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其實每一隻視障者手機 它都可以打開盲人模式 我們本來點一下變成進去臉書 盲人模式它就會變成 點一下告訴你 這是臉書這是LINE 點兩下才進去 而且它不需要點 它就是上滑下滑 它就會一直跑 所以其實視障者是非常依賴智慧型手機 所以那就看到了 原來這個耗製光是智慧化 就能夠解決它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耗製智慧化 而且可以跟手機連動的話 那今天因為手機有定位 我就可以引導它到入口 那他們以前還要發一個控制器 現在不用控制器 因為根本大家會忘記帶控制器出門 而且今天手機APP你出門打開一次就好 接下來到入口之後 APP10公尺內就會告訴浩志 你綠燈要開始發出聲音了 你忙人不需要去按你 那這樣就自動解決那個找按鈕的問題 而且呢因為手機可以定位 而且我們做出秒數的廣播 所以如果有需要APP就可以告訴它 中山北路往北綠燈30秒 兩邊接紅燈請稍等 南京東路往東綠燈50秒 給它路名方向秒數 這是歸類過的 他們忙人過馬路總共需要的元素 以及它也可以檢索這邊的入口資訊 其實現在後火車站 以及成大醫院那邊的勝利小東路 其實都有安裝 其實如果知道是 下載智慧有商號制的APP 是可以去玩玩看 對 好 那當我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我本來在大公司的物聯網處 做整個台北市的專案的時候 我發現到 需要有人出來改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2016年 我出來開了這間公司之後 要跟台北市溝通個大半年 才終於說好 那你們自己花錢去測測看 剛剛是台北市願意拿一個路口給我們測 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們在2017年 我們就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 還要辦一個合作備忘錄 然後簽約 然後我們真的在路口測試 測了之後 確定可行 但是知道有些事情需要改良 所以那時候大概是2018年3月 所以2018年3月之後 現在回來之後很好 台南市讓我們有一個機會 正式給我們第一筆錢 我們發現 可以擴大去把我們想像中 其實市場導航該測的4個項目 全部都測完 所以在前年的5月到10月 北從雲林南到屏東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 對台南市陌生的人 來做嚴謹的測試 有43位忙人集中到台南 依據測的4個項目 我們去總共58個人次 中間因為不同項目會有重複 我們去測了一個東西 那請幫我點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成果 有嗎 有嗎 那你youtube幫我找一下 智慧視障導航 直接查這樣就好 好 那簡單來說就是 其實台南市從1516年開始 有布了兩萬顆Beacon 所以我們會發現 它其實是一顆一個引導 好 我們可以一幕來放一下 如果我們找個網絡 how do you cross the road tech giants such as Google and Microsoft are inve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technologies to assist the visually impaired And now the Tynan city government is also investing in this area Nowadays the city is full of IOT sensors To know how to integrate these sensors with visually impaired orientation to develop visually impaired navigation the scholars rigorously did the planning and testing 這是第二個部分 Crossing the road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the new APS can be connected to smart devices providing guidance information number of traffic light seconds and boot guiding tone through smart devices Crossing the road becomes easier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然後第三第四隻未來獅 There may be construction or road collapses in the city This is dangerous t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Now through the city's smart sensors and navigation software It is possible to inform the visually impaired to avoid danger In addition to smart phones All of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s can be combined with other smart devices For example, smart glasses and smart canes that can detect obstacles Through the smart APS It also can broadcast the number of traffic light seconds By detecting the sensor, it can provide guidance information as well 雙巷都有在叫的話會稍微有一點影響 還有就是說那個馬路比較大 那我們的秒數好像不太夠 那我們的秒數好像不太夠 在後面的話都有點要非常加緊腳步的過去 心情會比較緊張一點 建立這樣子一個號制的話 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市場朋友 願意走出他們的家嗎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還可以多一個線索 讓你去很快速地走到你要想要到達的目的地 譬如說過馬路的話 我會很快地就知道說 我的目標在哪邊 就很可以快速地走到對面這樣子 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 有一些譬如說像通行入口 然後還有在行動上所需要的 有它共通之處 就是需要一些科技輔助來協助 政府應該多讓市場者能夠運用科技的輔助 來能夠讓它能夠走出來 讓它在這個社會能夠行之無礙 這是我最大的用 請幫我點頻道 同一個頻道裡面旁邊應該有一支21秒軸 如果沒有導盲磚 同樣在這個頻道裡面 有這支影片 好 那這邊總共做了四個部分 所以去2018年的5月到10月 第一個 好 先按暫停 我解釋完再請播放 好 那 第一個就是從台北市 我們去問了市場團體 台南哪一條路 他們覺得是高頻率使用 我說有啊 你今天住永康或舊台南縣 你坐火車站來之後 出火車站 你要走地下道 然後接下來就是走一段 斑馬線之後過中山路 然後到公車南站 再看他要去成大醫院 或要去哪個機構 這條路是每天都有忙人在走的 所以我們真的測了14個點 如果就算有藍牙 鼻肯一個一個引導 只要那條路本身無障礙狀況很爛 市場者還是會走得很失敗 然後第二件事再測一次 耗制本身是可行的 至少在過馬路 也有一個可靠的方法 但是在第三個跟第四個 有點未來事 也就是說好 假設智慧城市更能夠檢測到了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有施工 或這邊有火場通知 你就有一個手段可以通知這些市場者 那第四個事情甚至在告訴政府 我們真的去找了 手上有很粗糙 低板的智慧眼鏡的借來 一開始你用手機也是可以過馬路 然後如果你不拿手機 你是拿智慧眼鏡 只要智慧眼鏡一樣有那個演算法 他一樣是眼鏡走到那邊 然後告訴他現在是綠燈幾秒 紅燈幾秒綠燈然後可以過 所以在告訴政府 你現在在設計一個給無障礙的公共服務的時候 你還要去考量它的UI UX 你要用什麼device來做 對 好 那現在網路有問題嗎 好 我知道21秒那我們會發現中間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好 這就是火車前站中山路 我們來看喔 當他走到了中山路綠燈40秒 他走歪了 好 我們放到這邊就可以 請再幫我切回簡報 出台北市之外 所有的路況是很糟的 就這一個路口你等一下要去看 也就是說他的人行道 剛好跟斑馬線並不是完全平行 所以能力越好的視障者 這位視障者他在高雄是每天外出能力好的視障者 他反而被誤導 所以他反而就36個視障者走那一段斑馬線的時候 有13個走歪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 在2018年的第一支影片成果影片就會發現 這四件事情 你就算有物聯網的裝飾 你還是需要整個無障礙環境優化 然後耗置可行 接下來你可以做一些施工通知火場通知 是可以參考的 那未來 你還要去考慮到整個能夠串接的介面 好 那就因為發現走歪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先把這整個過程 2018年12月 我一樣去唐鳳辦公室把這些問題逐字搞 現在都還寫在他的官方組織稿上 那我們一月 謝謝台南市政府 趙青慧主委 現在副市長 帶著我們去跟銀劍署討論整個無障礙 銀劍署告訴我們 其實這1、20年 內政部自己該導盲磚怎麼鋪 其實都研究到位了 只是縣市政府通常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到位 那同樣的 接下來過三四個月之後 剛好有三位立委 就共同去年6月就召開了視障公聽會 討論這個問題 以及幾個視障者的外面遇到無障礙問題 那包含這些就去討論說 這些事情是理論上是應該要繼續再往下執行 所以我們就確立了一件事情 今天過馬路光你看要走 我們就確定了 重點還是在 視障者需要整個使用者體驗是什麼 所以就發現 你起點是要有一個導盲磚 甚至你現在會看到 現在很多人本來在路上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拉直的百馬線 交通目把它叫拉鍊式行穿線 那為了是這樣子不要走歪 那同時最好還可以有有聲號制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們剛好會往那邊去看到 小東鈴聲路口 它就是今年5月第一個呈現的示範路口 從導盲磚 從有聲號制 從拉鍊式行穿線 告訴每個縣市 它應該要做到怎麼樣的完美的狀況 好 那既然我們覺得應該這樣也是經過了兩年 我們應該算是做出來了 我們在國際上發表的時候 歐美覺得 你們目前有可能是全世界 盲人過馬路最好的物聯網捨路訊 好 那當盲人現在可以比較好過馬路的時候 當整條路會遇到什麼問題 還蠻可以想像的 特別是台南市 對 就是 我們的人行道崎嶇不平上面 可能堆滿了機車跟什麼的東西 好 我們在想 但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所以呢 很有趣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有趣的一個賦能 那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社會創新 這時候也這個概念其實也是從幾年前 有一個叫左邊的眾社會企業他們做到的 他們訓練了輪椅族 創辦人林從偉老師跟我說 有時候會花到五十個小時去訓練一個輪椅族喔 所以今天一個輪椅族訓練完之後 他到一家餐廳 他可能有要去檢核十幾項二十幾項項目 你有沒有無障礙坡道啦 你今天裝潢動線是不是 有沒有友善輪椅族啦 桌椅的高度啦 有沒有友善菜單啦 廁所不方便啦 有沒有無障礙廁所啦 如果多少都大部分都及格的時候 就授予這個餐廳叫友善餐廳 他對無障礙是友善的 那你一個輪椅族去做這些認證的工作 他本身也是有酬勞的 所以好像可以拿到兩千塊錢 所以他是一個社會創新 他幫我們改善了無障礙 而且創造了輪椅族群一點點收入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方法引用過來試障者 我們現在就先想 如果今天試障者經過一定的訓練 他的能力是OK的 他平常走上班上學的路線 他就去勘察 他直接去記錄告訴我們 走這條路的時候 有高低差 那個消防栓或機車亂停 然後接下來這邊沒有導盲磚 沒辦法走 或到路口的時候 這邊沒有無障礙脅 輪椅族也不方便 然後紅綠燈秒數夠不夠等等的 就他來記錄這件事情 然後告訴政府 那政府以後就會改善 所以我們現在 邀請了三位 大概現在連續測八個禮拜 現在大概到第三個第四個禮拜 比如說第一位 剛好是個四五十歲的前警察伯伯 那他因為車禍失明之後 現在剛好在成大醫院或新營 其他休息站做按摩師 第二位 台南總共有兩位使用導盲犬的試障者 那其中一位美惠姐 那更重要的是第三位是現在念成大大醫的楚雲 他才剛拿到今年七月才剛去總統府貨班總統教育獎 所以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對那他們現在正在做這樣子的檢視 比如說他平常生活的這個動線 就試著去勘察出來之後 記錄回來之後 我們想做到的事情是 所以當明年 只要今天公務局跟政府有去改善這個事情了 所有的用路人包含 你今天媽媽推著嬰兒車 突然發現這個人行道變好走了 破洞補起來了 沒有機車亂停了等等的 有無障礙斜坡了 這是因為這些試障者在前面做了這樣子的無障礙勘察 然後做無障礙改善 然後政府有了一個主動的去找到到底哪些路線上 特別是試障者他們可能優先使用 身上優先使用路線上去勘察哪些無障礙改善的方法 那同時我們也認為政府應該要給這樣做這個工作 試障者有一些他合理該有的酬勞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方法叫做試障者當政府的眼睛 他現在正在進行 而且我相信台南市明年會擴大 然後希望走到其他的縣市去 對所以 好 所以就是這整個的簡報 所以 剛好呼應剛剛上位講的是 如果你發現到我們的軟硬體能力好像剛好 找到某個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 我剛好走路了第五年 這個東西叫做智慧友商耗製 他當然有更多的企圖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不是只有解決路口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視障導航甚至是輪椅導航等等的事情 那現在正在進行中 那這就是整個這四年的旅程 所以謝謝大家來聽分享 好 謝謝 好 OK 謝謝長剛的分享 那不知道在場的人有沒有什麼想要提問的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也呼應到剛剛可能現場哈巴的提問 就是政府怎麼正確丟錢 像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蠻好正確丟錢的方式 讓視障者去為我們的生活去做一個改善改良 不過這就要呼應我剛剛跟上位講者講的 上到下跟下到上 你親自去走一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下到上真的是靠腰都不行 我就直接講細節 因為我自己走過來 我覺得那個數字我剛好很明白 也就是說07到09年的時候 台北市他們由上到下覺得 我們應該要開發本土自己的有生號制了 因為在那之前 台北市會笑他們自己是八國聯軍 就台北市在2000年的時候 可能同時裝了日本的 美國的跟澳洲的 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他們覺得這東西也不難啊 台灣自己做吧 所以就開發了他們叫第二代不姑娘的那個號制 那三年 台北市總共花了4300萬 做了134個入口 假設一個入口四台的話 134乘以4 七八百台 而我們發現要改良這件事 你還要寫軟體 還要cover它所有的功能 它所有的功能我們都有 可是我們網上能夠做到軟體這件事情 可是當你往下做的時候 你光是說我要找一個場是測試 你就走了七八年 就七八個月 然後我們拿到第一筆錢 這個號制賣出去第一筆錢 我們公司成立是2016 政府真的開始買三台去吃的是台南市 就是18年讓你測了 19年交通局先買個三台測測看 那今年當然就擴大裝到12個入口 那我只要說的是 真的玩過硬鐵的就知道 你需要量 因為七八百台 他們4300萬在開發的時候 你中間要買料 備料很簡單 對我們來說 你光要買外面的鐵箱 鐵工廠會說 幹你沒有100台我不跟你談 我們在五台十台的做 然後你今天要買電容 你要燒電路或幹嘛 沒有1K 我們家不敢跟你談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 我們去問去過MIT 回來去過新加坡談過的團隊 他們會說 新加坡鼓勵創新的時候是 你只要前面有一個最小驗證可行 接下來他會給你一筆足夠的錢 如果OK就是整個新加坡部件 可是在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即使這麼努力了 你還是剛好台南市有一位副市長 或延後組員非常支持這件事 你才有機會開始 然後走到第二第三個城市 而你在前面開發第一台、第五台、第十台原型機的時候 那個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 上到下 它可以均攤整個量 可是下到上的時候 你前面要負擔的成本是高很多 所以我想 至少台灣應該學習新加坡 當你看到有一個公共服務 好像MAKER可以解的比你好 你是應該要給他更多的資源 然後可以規模化去測試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是 感謝長剛 又幫我們把這個議題 回到MAKER可以解決的事情上 好 那我們掌聲再次鼓勵他 謝謝